这里是新西兰 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 神秘的中土世界 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 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 因为天生励志 那是不用说了 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 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 我们一起在行动 新西兰环保部联手PandaTV37 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 绿野新宗志Dog自然说 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 寻访真奇 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 还等什么 准备好行囊 和我们一起出发咯 每周三早上9点 熊猫电视台TV37和FM90.6 同步播出 敬请关注 各位好 欢迎您锁定收看 由PandaTV37和FM90.6 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 绿野新宗Dog自然说 我是主持人 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焦 又到星期三 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请到环保部的Louis 来到节目当中 今天的这个话题有趣了 大家看到我们坐在眼前的这一群了吗 在熊猫旁边的就是我们新西兰的宝贵鸟类 今天我们就要 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来介绍新西兰的鸟了 是吗 对 大家好 我是新西兰的宝贵鸟 老朋友就太熟了 其实老朋友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些鸟类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就是新西兰是一个非常注重它的鸟类的国家 好像它们就是相当于是 它们的一个自豪 像我们国宝是 熊猫一样 它们有一种就是以它们的鸟类而自豪的感觉 对文化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今天就是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这里珍贵的鸟 它为什么就是这么的宝贵 对对 那我们就从 要不就从哪一只开始 我们从QV开始讲吧 好 好来 大家比较熟的 像大家所有人都知道就是QV 但是很少人会在野外看到它们 对吧 都是保护起来的 这个就是因为它们自己在野外生存环境 可能比较恶劣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不会飞 像是鸟类最大的公敌就是鼠类 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一直在倡导 说大家一定要就是 补鼠 补鼠 帮助我们一起补鼠 是因为它们 其实它们不只就是会直接吃掉一些小鸟 就是刚孵化出来的 它们还会就是偷蛋吃 所以相当于对它们的数量是 非常的影响它们的这个繁殖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算我们现在这边有很多的鸟 为什么都不会飞 对吧 好来仔细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呢 在人类到达之前 就是这些鸟已经在这里生存了好几千年了对吧 然后呢它们呢就是因为这个新西兰小岛就是被与世隔绝 所以呢它们就没有公敌 然后像而且它们在地上就能找到很多的食物 都不用飞到树上去找 然后呢 也是懒 对对 也是懒 就是这个养天处优的情况下就是它们渐渐就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然后地上 因为新西兰小岛是没有哺乳动物 大型哺乳动物 对的 只有一种就是蝙蝠是唯一的一个原生的哺乳动物 其他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外来物种 它呢是红红的 然后我们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好像在一些就是公园什么也能见到 但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误会 它跟另一种鸟长得非常的像 然后导播给我们看一下它的对比 对 右边这种瘦瘦的 然后嘴巴尖尖的 这个是常见的 非常常见 我们在各种海滩都能见到它们 它们一起这么能区别看 对 然后我们左边就是我们的国宝 这是非常罕见 它在全世界只有376只 而且这376只都在新西兰 意思就是它是新西兰独有的一个品种 然后它们能够繁衍的 就是配对的大概就115对左右 所以它们就非常珍贵啊 其实它们比Kiwi还有熊猫更少 这比熊猫珍贵多了 所以不要看它就是一只笨笨的胖胖的大鸟 但是其实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花很多 对 时间去保护它们 对 Takahe我这边呢 就暂时没有它的这个小公仔 所以呢想看的话大家 连东仔都稀缺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哪里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就是上一期介绍的里岛上面 就是Lotter Lua Lotter Lua那个岛上有八只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重点推荐给大家的八只 对然后你在那个灯塔附近可以见到它们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Doc就是培育好 然后在那边放生的对 然后现在Foolest有一个活动就是如果你可以就是去拍下照片拍下你看到的Takahe的照片的话 传到他们网上这个月四月份之内啊我们都就是这个活动都都在继续对你上传到网上就可以有机会赢得一个免费的这个全家出游的这个船票 哇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 四月份大家赶快珍惜这个世界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个岛呢能看到他们的就是叫Tili Tili 然后这个岛的话呢是我们著名的鸟岛 就是上面几乎所有新西兰原生的鸟类都能看到 对但是也要靠静运啊 那也不是满地跑的 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些向导的行程的话 我是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就是跟着向导一起上去辨认 还有就是找到这些鸟类特别的有意思 是是好了其实这一节还有一点点时间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两只不会飞的鸟 我们跟大家来说几只会飞的 有没有会飞的 有没有会飞的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 这个叫做Woot Pigeon 就是翻译成中文可能就叫原木鸽子 叫Woot Pigeon 对然后呢它跟普通的这个鸽子就不太一样 它就是特别明显前面像是有个白色背心一样的 它的画面 好烫啊 特别可爱对这个图片跟大家讲一下 它是Bird of Year 2018 就是去年我们的冠军 宜兰的冠军选手 特别的可爱 它这个胸前这个片白白的很显眼 所以大家也很好认出它们 它只有这个绿色的是不是 对它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它的羽毛是青铜色的 对然后去年的年度冠军得主 大家听一下叫声 所以它一声一声单独就这样叫的 对就是叫声不是很响亮 对 那这个鸟是算珍贵鸟类吗 它算是本土的鸟类 但是呢也不是说就是非常就是 珍贵 也不是珍贵每个鸟类都珍贵 特别少 对不是特别少 大家还是很多机会可以看到它 OK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介绍多一个 我还剩下两分钟 看看能不能 尽量吧 我们把它说完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最喜欢的这个Fantale 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的 我曾见它 因为它就是胖胖的 然后非常的可爱 对 导播看到这个照片 它尾巴很可爱 而且它尾巴 是的特别可爱 然后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在城市都能见到它 它们非常的不怕人 而且很喜欢跟人互动 就是飞进你的店铺 飞进你的家里面 对 它是特别的喜欢跟人类 就是绕在人类周边走 然后特别是你走在草坪上的时候 你它就你又发现它跟着你的步伐绕着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走到草坪上 不是会有这些小昆虫被你带起来 它就可以趁机吃 所以就像是它围着你一起飞 特别的可爱 然后这个奥克兰的那个植物园里面也有很多 我经常都能见到它们 它是还蛮就相对来说我们刚才那些 它算是常见鸟 不算是太宾威的这种 对然后非常常见 但是因为太可爱了 所以我 这个也是新西兰的本土鸟 它是本土的鸟 对 给它听一下 这个就明亮很多 对 叫声也特别可爱 就鸡的那种 就是好像很友善的那种 所以说呢 大家在看到它们的时候呢 也是要注意保护它们 这些都是新西兰本土的鸟类 可能有一些呢 是真的非常的这个真稀的物种的 就是非常 我们连公仔都没有的那些真稀的物种 对 像它卡黑 当然了 也有一些呢 是相对来说可能常见一些 但是也是需要我们保护的鸟类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啊 这些鸟类 今天首先拿这些鸟类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新西兰 但我们对新西兰原生的本土的这些动物 其实还是不是说特别了解 尤其是鸟类 你看虽然说我们今天只给大家呢 主要介绍了三周 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坐了这么多只 有没有统计过说大概在新西兰这边 总共呢会有多少鸟 总共的原生的话 这个我下次去查一查告诉你 但是呢 现在就是平微 我好像记得是到人类来了 一共有170多种鸟类是已经灭绝和消失了的 对 是的 所以尽管我们就是还有很多鸟类 大家就很习以为常 但是其实它可能就是都很珍贵 大家都要去保护它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 我们稍作休息 回来来说怎么保护鸟类 好的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 依然是由盼道TV37和FM90.6 正在为您同步播出的绿野新宗 Doc自然说 我是主持人 依然 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焦 那么身边的路易斯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鸟类的一个话题 刚才我们介绍了几种新西兰比较珍贵的 或者是比较常见的本土的鸟类 那么接下来呢 想跟大家来主要说一说 我们如何去保护它们 你想要一百多种的鸟类就这样灭绝了 那我们作为可能没有住在岛上的 但是住在城市当中的人类 可以用什么办法保护它们呢 我们就是因为很多这个鸟不只是在岛上看到 岛上能有那么多鸟类的原因 那个Tili Tili岛 推荐给大家的那个 能有那么多鸟类原因 就是因为它没有公害 就没有老鼠 没有附属这些对鸟类的天敌在那上面 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倡导大家就是都要努力在2050年 使我们这个整个奥克兰还有其他的里岛 都变成一个pass free的一个island 是是鸟类的天堂提供给它们 这样我们就平时能看到更多的鸟 然后我们听它们愉悦的叫声 对然后所以像我们之前说的老鼠 还有附属鼠类都是鸟类的就是最大的威胁 然后我们能做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在家里 其实一般你家里没有看到老鼠 就不也不代表它们并不存在 没错 它们可能会在你的邻居家 或者就是它们也会串门嘛 对吧 所以我们是提倡说 只要是大家有后院或者有条件的 都可以在都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去进行这个 补属的行动 像是买这个traps或者是traps也有分很多种 像是有一些永久性的 有一些是一次性或者几次的 对这种像是我之前跟小娅聊的 我们就不要推荐像我们女生呢 不想就是一直去处理这些比较残忍的画面的话 我们有非常高级的一些产品 就是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就上网搜一下 各种各样的产品 然后有一些挺贵的 但是呢它们的作用就是非常的迅速 然后也不是那么的残忍 就像是而且它对家里的猫猫狗狗啊 都是没有害的对对对因为它这个鼠类入口非常的小 所以猫和狗它们是进不去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它们就快速的杀死这个老鼠 而且尸体也不会很残忍 就是看不见这个血啊之类的这种的 特别的好处理对哦 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就是 如果想学习更多这个关于trapping的专业知识 我们Doc跟Auclid Council在四五六月份这三个月 都有一系列大概有六场的workshop 就是trapping workshop 然后在 参交这个 对对 在这个event finder 就是大家就是搜活动的这个网站上 只要输入这个trapping workshop 就是trapping就是t-r-a-p-p-i-n-g 就是补署 trapping workshop上面都能找到 一个有六场每个月两场这样子 大家可以永远报名 还有一个其实是我个人的问题 像我们这个住在新西兰的朋友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跟鼠相关的 我会看到他除了这个trapping 就是大家熟悉的像鼠夹呀 或者补鼠器之外 还有就是药 那个药要不要放呢 药的话如果家里有这个单独 就是直接放药这样子 有点像蟑螂药那样子的 那种的话如果大家家里有虫 会有小孩的话 我们就不怎么推荐给大家了 而且老鼠的话 它一般会在大家的后院 对对对 如果你种蔬菜啊那些的 可能就放得比较近 然后被一些小动物 就是带到你蔬菜上 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寻找 就是买这种专业的 这样子我们参加我们这个trapping workshop 可以需要更多 就是找到适合你的那一块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 就是买那个最高级的那个 然后你以后就不用再换了嘛 对吧 他就每次就是添加那个 就是那个诱饵进去 对然后而且它又非常的干净 就不会你每次都要去处理一些 其实我喜欢那个最好的点是什么 它就是熟死了之后呢 它会掉下来 你不需要把它再 OK再去处理 你不需要有那个动作 其实就好很多 对而且像我们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就是我们大人 可能就中国人都很害怕 那个老鼠尸体 就是不想去处理这个 面对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有个调查 发现小朋友特别的 对这些 真的像我同事他们家 可能小孩子不担心 对他们就是非常鼓励 洋人都非常鼓励小朋友 去做这个chapping的这个行动 导播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有看到 对我们有小朋友就是 就是对你看多开心 抓到成功抓到老师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真的应该 向小朋友学习 多去往这方面去努力 所以家长们要是不想自己处理 我们就交给小朋友 让他们多学一些这些知识 好的非常感谢Louise 我可以 做这个 在 Aotearoa, New Zealand 我们有一个方式 我们喜欢做的事 如果您是一个旅行 或您是一个旅行 嗨 嗨 嗨 我们有一个优秀 要看待这个美丽的地方 来自个旅行 从河之后 来自边 的水 原来自尽 南亚之后 其实要在房子里迁 之间 fooling on until your next of Allah will done publik respecting the wildlife giving them space and peace to breed and the free naturally it means enjoying the country safely and telling someone of where you're going it's now in which track isございます 如果是好看待,就要保持距離 如果我们拍照 那就是它 我们可以所有的地图都享受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能